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脚好才能活更久 老中医分享练脚方 建议收藏起来慢慢看 都说养身兼养脚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脚的问题 脚这个部位人人都有 但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在大家眼中脚的作用就是走路 但在中医眼里 它就是调理疾病的戾气了 一家常说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又说上病取下百病之足 也有一家说 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身 脚筋软一寸 寿命分十年 并总结人体有四根 鼻根 苗之根 脚根 经济之根 这些医家对脚的总结或是评语 告诉我们 脚在调理身体疾病方面 有着重大作用 其实不止如此 古代名人们也热衷于羊脚 比如医圣孙思苗 他主张足以长擦 就算不讲究复杂的羊脚工序 脱掉鞋 搓一搓脚底脚背 那也是养生的高级操作 中国最常寿皇帝乾隆 在他的时常养生法中足常磨 或许在睡前 揉揉脚筋就是太监宫女们的日常工作 也说不定呢 通过脚部来调理身体疾病 古人们的招数不少 如用花椒泡脚除湿气 或是用艾鳩脚部穴位来调理脏腑 学过气血疏通的朋友应该知道肢体末端调理的神器 今天就推荐一套比较系统的脚步操 对于失眠多梦 消化不良 便秘 腹泻 繁闷气质的人来说 这是一技两方 即便大家不用来调理疾病 经常做 也能养生增兽哦 站着练脚底 这个两方很简单 说白了就是两个动作的结合 一个是动脚至脚踝 一个是经济独立 具体做法是左脚直立 右大腿 抬至水平位置 脚趾向上翘起 脚掌跟着向上翘 然后就是脚趾下摆 脚掌跟着下摆 上下15次 然后换右脚直立 左大腿抬至水平位置 同样做15次 当我们在做这组动作时 意念集中 人体的气血循着六条足部经脉流向脚底 虚弱的经络就会感到酸痛 这是经脉疏通扩张的感觉 此时经络对应的脏腑和他寻情的部位 也就相应得到了调解 比如我们的小脑 颈椎 腰椎 中医认为 这个动作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力 延缓小脑萎缩 减缓脑部自然衰老的速度 减少老年痴呆的发生概率 就算再差点 预防痛风 调理高血压 糖尿病 颈腰椎病等 也是被众多一家认可的 在睡眠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效果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如果腿脚不便或是初作 这个动作可以靠着桌子或是抢面做 实在做不了的朋友 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第二组动作 坐着练脚趾 这个动作不需要站立 所以很轻松 早上起来 吃过早饭 坐着练练脚趾 时间刚刚好 第一步 只要将大脚趾往上翘 其他脚趾向下压 刚好就是一个剪刀的形状 第二步 把所有脚趾想象成自己的手 一起往里收 就形成一个抓的动作 第三步 与第二步不同 我们的脚趾全部散开 就像扇子一样展开 这一组动作没时间限制 自己做够了 随意停止就好 中医有一个理论 全息反应 我们的筋脉与脚步连通 我们的大拇指前部对应的是大脑 小脑 后部分对应的是脖子 五脏六腑在脚底一一对应 这也是医家们通过人体末端 调理疾病的原理 我们做着练脚趾 活络了身体的 旗指与足部的经络 根据全息反应原理 我们的大脑 颈椎都能得到调养 对于有睡眠障碍 颈椎病 大脑缺血缺氧的人来说 有很好的帮助 有些朋友不一定能做到所有的动作 说明我们的身体确实有些许问题 那就多练习吧 练脚养脾胃 要养脾胃 这三个动作可以帮到我们 我们平时可能也做过 但不会这么有意识地去锻炼 有意识地练习 经常地练习 才能将脚部的养生功能激发起来哦 第一个动作是脚趾抓地 双脚贴地 然后脚趾用力抓地放松 因为这个动作十分简单 只要我们想练习 即便穿着鞋子也能做 只要坚持一分钟哦 第二个动作是脚趾夹东西 将小物件比如笔放在地面 用第二三脚趾夹起来就行 可反复松夹 坚持一分钟左右哦 第三个动作是扳脚趾 将脚趾上下扳扯 并对第二三脚趾反复搓 坚持一分钟就好 三个动作一直提到了第二三脚趾 是因为足阳明卫精横穿足背 且在第二三指上巡行 在脚趾上有胃筋穴位 内停和力队 锻炼到这两个部位 就刺激了胃筋 从而能够正向地影响我们的脾胃 如果我们因消化不良 出现便秘或是腹泻腹症 亦或是胃痛 这三个动作是能帮助我们 缓解症状的 大道质简 这一套脚步操共三组动作 这些动作很简单 不过大家不要小看了它们 就像乾隆皇帝爱柔脚心 苏东坡爱泡脚一样 简单的东西也很美好 这就是老子所说 大道质简 说到这里 堂堂想多说一句 调理身体观念要准 我有时候会劝诫一些朋友 养生不是天天吃食权大补丸 吃各种氨基酸营养素 了解我们身体本身 比吃什么更重要 你看那些养生节目 但凡问到百岁老人 如何养生的 要么就是吃食简单有规律 要么就是泡脚喝茶 起居有度 国一大师陆志正 在央视养生节目上 推荐的两样东西 也简单到了极点 醋泡浆和简化板八段井 写到这里 再给大家说一个 自己遇见的小故事 前天 我在公交上看见一对母子 小孩脚麻了就哭了起来 母亲将孩子的脚趾揉了又揉 小孩就笑着说 好了好了 希望大家在看完影片后 能行动起来 尝试着去做一做 兼职几天看看效果 光看是没有用的 如果做完之后 觉得效果还不错 可以邀请家人朋友 一起来学习养生哦 不要嫌弃动作简单 只要对阵 再简单的方法 也能取得好效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 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